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情是大家都关注的事 全世界只有疫情 其实不是现在 香港出现了一些特别的事 香港的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里面 六个月都没有主席转出来 反对派议员一直在拉布阻拒 这会令整个立法会的运作 在痕缓当中 因为内务委员会 就是去分配 立法会整个运作的流程 犯案要编排 讨论 所以在他那里卡住了 就等于好像 捏住了立法会的喉咙一样 没办法运作 政府很多的施政也都没办法开展 这个拉布是什么呢 大家听香港似乎是 常常都有的 这个好像是常态 新常态 立法会的痕瘟 好像都不是一回什么事 立法会就是这样 有人还要说 立法会就是垃圾会 有人这样说 都有少少习以为常 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 今次港澳办和中联办 就立法会这种这样的 拉布癱瘓和混乱的状况 就都作出了点评 是很鲜明的点评 而好像刚刚刚 中国外交部駐港专员公署 也都发表了相关的一些评论 可以说中央直接关系香港 或者是駐港的这些机构 一改过去那种低调 甚至是刻意的低调 也都回避开 即是所谓要实践 这个一国两制 对香港内部的事务 完全尽可能不提就不提 不发表就不发表意见 只是到你真的打到来 比如说去攻击他 去示威 他才会有些比较酸明的表态 但是在这个 今次里面 港澳办中联办都发表了声明 认为这种乱象是要停止 有一种点名 现在主持内务会议的反对派议员 说他是失职 行为失当 公职 行为失当 那些人开始就会说 这种就是干预香港事务 破坏一国两制 这个时候特首林郑就站出来说 中央关注香港事务是理所当然的 中央表示这种态度 就是合乎这个 牵制的 而立法会应该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 那样 特首这个表态也是过去 小见罕见的一种强硬 而且是这么大方公然 是站在中央同一条线上面 因为过去总是有少少的闪溯在那里 这次好像有种默契安排在那里 其实这样反映了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中央干预破坏一国两制 似乎现在中央做得出的话 大家不要以为中共是一种魯莽 很多人常常觉得中国政府是魯莽的 顾面子的 是一种好像沙头哥拿个取波波就会弹起的 这种本能反射的 其实有些太轻视太看小 中央政府 现在中国政府的出手 是有他的周长的考虑在那里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出这种重手来说这种重话呢 就是告诉你 我的存在在那里 所谓一国两制是要先要由一国 我想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在这个讯号发出来的就是 香港的事务 是要在一国的框架下方 进行两制 而当香港的乱 无法运作的时候 中央政府是会表态出色 甚至今次说到要指点 议员失职 高知恒是失当的 暗示 可以在法律途径里面 追究议员 这种就是说明一种状态 现在特区政府 为什么过去林郑都没有这样的出声 没有去对立法会的乱象 好像没有符 而今次又要站出来说 就是因为先有中央的表态 特区政府 我说特区政府 说特首办 那个弱 那个皮弱 不一定说软弱 总之它就是一个弱 是无力去控制 无力去应对这个局面的时候 明显现在 中央不能再等 如果你再等 又由香港自己 期望这个 特区政府自己搞定 是搞不定 现实就是搞不定 所以搞不定的时候 难道你真的 由得它这样下去吗 唯有的就是 中央现在未 强势的 你不能说加油 是强势的指导 所以这个可能才是一个开始 日后还会继续 这个时间我们稍微去广告 稍微来继续探讨香港方面的问题 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星岛中文电台 总编辑时间 逢星期四 朝早九点到十点半 星电视 同报现场直播 好 回到最后一节的总编辑时间 其实我们看到香港方面 这大半年 由上约六月到现在来说 其实那个乱象都贫生 差不多一年了 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我们很少看到中央 这么强力发出这个声明 两个办 中联办和那个办 都发出了这个 非常有力的声明 去批评一些立法会议员 而他们的立法会议员 他们的质数 真的令人有少少质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近期都看到很多 很难看的局面 有些议员 明显违反法例聚集等等 梁聪你怎么看 就是跟中联办和特首办 或者国务的办 都说了这么多的声明 香港政府方面 又应该怎么响应中央的指导 说回到去年开始 黑暴暴动开始 到现在 中央是几次有强烈的表态 在暴动期间的时候 中央说是止暴制乱 止暴制乱这个口号 或者这个纲领 不要说口号 这个应对纲领 其实都是中央提出的 希望特区政府 去落实贯涉 执行 执行得怎么样呢 这样 就 不是很满意 但是 后期有没有做呢 都有一些做 但是 那个表现 真的差强人意 我觉得 都是有些做 但是都是要中央定一个纲领出来 你现在应该怎么应对 到现在立法会 瘫痪的事件 又是中央来说一句 大家各方面都有反应 批评也好 但是至少有一种 一锤定音的作用 在那里 就是说这件事要管 你现在要动起上来 那 特区政府就变成了 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我现在觉得 它不是一个主动应对 特区本来自治 既然有反对派 在那里 因为反对派 又跟外国 有千丝万留的关系 亦跟中国 中美的角力 亦都有一个大背景的关系 在那里 那你怎么对付这些反对派 包括建制派 这个 特区政府 都很没办法 折折败退 可以这么说 亦都拿不到我们 看到的那种 果断勇气 出来 有很强的反应 应对能力 看不到 唯有就是由主部制团 到现在 针对立法会内务 内务会 这个瘫痪 我们将会 可以这样去预测 在未来 中央对香港事务的这种指导 下指导 这个动作 只会越来越多 而特区政府要做的就是 你跟得到 已经叫做好了 我们很多人 希望有一个强势的特区政府 但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这些人才 可以在那里 因为特区政府 是没有这种政治人才 可以面对现在这么复杂 而且是这么有资源能力的对手 是没有这样的人 而无论在政治思想的坚定性 信念里面 再加上行政 或者在政治反应能力方面 都是严重不足的 那你怎样指望这些 在位有官职的人 在香港政府里面 能够应对得到 包括由特首开始 就唯有是靠外力的支援 这种所谓的外力 所谓的外力 就是香港特区政府以外的力 就是中央的力度 所以很多人在期待中央 出不出手 出不出手不是出解放 是问题 现在要细致到一些具体的事务 现在我们看到是立法会的问题 或者是否将来在教育事务里面 在司法改革方面 或者各种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会见到更多 就是中央下的指导企 因为始终一国两制的框架 是要在一国里面 才能够有两制 现在香港已经到了 好像中联办主任说 已经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漏洞的时候 就是说当一国 香港成为一国的 一个突破口的时候 有一个漏洞在那里面 当然是先要堵塞 先要行一国 然后先两制 所以我想香港的政治人物 开始应该要醒觉这一点 香港太自由 被反对派在那里 爬文爬武的日子太久了 十几二十年了 可能现在就是要收一收的时候 而且整个香港 只不过是这个世界大环境里面 一个小的战区 现在说的是美国 我们上一节说的 美国在抢钱的时候 香港只是去其中一个棋子 中国要打赢这盘大战的时候 香港要不要收拾这个小战场 当然是要的 香港以外的还有台湾 所以我们希望特区政府的官员能够振作起来 一国以往的颓风 一国以往的内药 或者一国以往的怕事 或者在政治形式方面 也都认清整个世界的局势 中美的局势 以至中央的政策 正确的认识就是一国两制 否则香港只会搞死的 搞死的就是香港人 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研究 或者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期时也会有 这个经济版的总编室时间 大家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 接着我们也知道 我们今个月是台庆月 梁总我们也准备很多特避节目 送给大家 是的 现在在这个避疫期间 市面上很多商业活动都要停顿 但是我们的活动就不想停 这个我们24年 中文电台开播24周年 那我们也都从这个普通的广播去 变成为我们有视频平台 所以下个星期24日 我们就会有一个两个小时的网络直播 视频网络直播 在YouTube上的一个周年纪念 的一个特别的节目 推送给大家 希望下个星期大家准时 在这个9点到11点 9点到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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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YouTube这个频道上 可以收看 打开心机可以收听 来和我们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 那我们也准备了多个节目 嗯 我们有非常多个节目 不同的主持 不同的我们的表演嘉宾 都留了很多精彩的环节 我们已经是逐步铺排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下个星期24日的这个精彩的节目 有些表演 有些主持有些 唱歌跳舞 有一定有的 大家一定要留意 这个已经是锦罗密鼓 在准备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其实这个网络视频的发展 都是我们重心的一部分 那我们因为透过这个平台 也可以说 向湾区以外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接触得到 那在上一次我们筹款 之前这个武汉抗疫那里 得到的反应 都是来自世界全球各地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 升电视的平台 我们升到中文电台 能够真的接触的观众朋友 不单止只是在 湾区 实际上我们看我们这个节目 在现在这个时段 还在看我们这个节目 很多都是香港的朋友 很多香港的朋友 我们看回后台的数字 可以这么说 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都是来自香港的朋友 所以也很感谢香港的朋友 疫情期间就少说了 少关注到香港的事 疫情淡了下来的时候 我希望能够再说多些香港的事 现在美国都 都仍在一个混沌的阶段里面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 现在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了 整整一个月 在家中的时候 这种的日子 都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之后我们再正常回生活 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没错 因为非常幻想 没有试过 一定要留在家 即是上班就下班 所以我们也试一试 下个星期 我们有现场开放热线 亦都和大家一起 在视频里面 互动里面 亦度过我们这个24周年 没错 要请大家到时一起来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亦都来尾声 多谢我们所有观看 我们星岛总监时间的所有听众 和网友 非常之多的朋友在互动 亦都多谢今天非常之多的朋友 买了这个茶 请我们喝的 我们星岛电视喝茶 真的非常之多的听众 和网友 很感谢大家 真的非常之感激 以上节目发表的言论 纯属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星岛中文电台的立场 我们下期再见